一对小情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矛盾 男生竟然将女生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楼下 最后 男生又将魔爪伸向了他们的爱犬 女生在楼下苦苦哀求 这组组有1314毫米高 狗狗摔坏了怎么办 男生却不为所动 静止将狗狗扔了下去 看着女生抱着完好无损的狗狗走了回来 男闺蜜这才发现 洒水车里喷出来的竟然是鲜红的血液 CSI的探员爬上洒水车 车斗里装满了盐 一条大腿就露在外面 从司机那里得知 由于大雪封山 他是被临时派出来撒洋化学的 这样看来 尸体是被埋在眼里一起装进了洒水车 把所有的盐都进空 一个男人就躺在车斗里 半个身子已经被齿轮绞的血肉模糊 从头上的伤口来看 男人死于顿气中肌 死亡时间在昨晚的8到11点之间 脸上的伤口里嵌着一些黑色的反光碎片 具体是什么东西只能检测过后才知道了 最后 探员在男人的衣兜里找到了一张名片 从而得知男人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总裁 来到那家公司 他的两个合伙人表示 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昨天晚上 下班之后就各自离开了 对此 探员提出了质疑 二人只好把自己下班后的行程都告诉了探员 大美下班后去了健身房 然后回家了 小美则是参加了一个狼性营销培训课程 半夜才结束 他们都表示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另一边 探员对卸下来的那些盐进行了筛查 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经过仔细筛查 探员在那堆眼里 发现了一颗带有日期和签名的高尔夫球 于是探员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他的主人大壮 大壮表示这枚球已经丢失好久了 探员拿出死者的照片给大壮看 大壮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死者 那梅高尔夫球为什么和死者在一起他也不清楚 探员询问他昨晚在哪里做什么 大壮直言 为了保持身材他每晚都会参加瑜伽课程 经过检测 死者脸上那些黑色亮片的成分搞清楚了 结果显示那是一种碳化硅颗粒 通常用于砂纸以及防滑胶带 而滑板表面的防滑涂层正是这种材质 再次回到死者的公司 将所有滑板带走检查 这时探员在椅子上发现了一处血迹 从建设痕迹来看 符合暴力外伤的情况 看来这里就是暗发现场了 可这里地处纽约市中心 众目魁魁之下 尸体是怎么运送出去的呢 映入眼帘的高尔夫箱子给了探员启发 也只有他能装的下一个人了 吞上卢米诺事迹 果然在箱子里也发现了血迹 警局里 探员对滑板进行了检查 发现一个滑板上防滑涂层的材质 与死者脸上的一模一样 而且侧边上还有血迹 这个滑板是凶器无疑了 探员还在其表面上发现了一些其他的物质 看样子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通过调查 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解除了嫌疑 目前看来只有那两名合伙人具备杀人的条件了 可他们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这里面看来是有什么猫腻 探员走访了所有人提供的地址 却发现货不对版 除了大美的健身房是对 小美的狼兴克和大壮的瑜伽克都是假的 这个时候 探员在他们两个人提供的不在场证明上发现了回忆之处 经过扫描比对 两张完全不相干的证明 确实在同一个打印机上打印出来的 两个探员先后拨打了证明上的两个电话 明明是不同的公司 接电话的确实一个人 看来这是造假一条龙的服务呀 这是一家专门为人提供假证明的公司 他们专门为客户定制全套的不在场证明 甚至可以提供真人口供 当探员找到了这家公司 公司主管竟然得意洋洋地给探员推销起他们的一条龙服务 当得知他们提供的不在场证明牵扯到一件谋杀案时 主管表示客户都签过合约 保证不会将证明用于非法用途 这直接给探员都整笑了 既然弄清了假证明的来源 探员直接将小美窗换到了警局 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是他 而那个高尔夫箱子也是他的 面对探员的审问 小美只好说出伪造证明的原因 原来大壮一干惊动的干法就是他手把手教会的 昨天晚上小美背着女友 又带着大壮去酒店打高尔夫了 她被女友发现 所以才和大壮一起伪造了证明 探员安排人员前往酒店求证 果然在酒店查到了小美二人的入住信息 这下好了 案子没破诚 却吃了个瓜 在探员的不断努力之下 终于确定了滑板上另一种物质的成分 是硫酸酶 若用于农业或者原液 可以增加土壤理美的功效 它还有一种用途 那就是物料泡澡 可以消肿 减轻肌肉酸痛 常见于澡堂以及健身房 大美昨晚不正好在健身房吗 记录上显示他还泡了个澡材回家的 将大美带回审讯室 将所有证据摆在他的面前 大美只好交代了杀人抛逝的经过 原来 他们三个合伙人正在筹划一个新公司 他却无意中发现了小美 纳德郎姓营销班的培训记录 不等小美解释 他就愤然离去 他认为是总裁安排小美去学习的 这样做是要将他踢出去 等他从健身房回来 总裁还在加班 他拿出那份培训记录质问总裁 总裁确实一脸懵 他认为总裁还在演戏 他怒火中烧 抄起滑板就打死了总裁 可他哪里知道 那份培训证明是伪造的呀 子不是曾经约过吗 冲动是魔鬼 可他就是不听